有很少一部分普通人,因为长了一张明星眼,就此就大红了起来,毕竟这样相似的长相,不是随意就能长到一样的。 普通人能更长得像明星,被心态一发现,就会出演各种各样的活动,甚至还会受到很多综艺节目的。 在中国就有一位农民叔叔的长相跟普京太像了,装扮起来后,不仔细看的话,还真以为是普京,就是因为长着这样的一张眼,可莫少闹出笑话来,甚至还有很多人都把他当成了明星,毕竟,普京大帝是俄罗斯的总统,他的身份地位还是比较独特的。 这位农民叔叔,也算是蹭到了普京大帝的热度了,更有趣的是他还自己乘坐飞机去俄罗斯,这样的冒险估计,怕是要笑话当地的民众。 然而他本身就是一个农民,也没有太高的文化水平,第一次坐飞机的时候也很是惊讶又新奇,一直怕在窗子旁边看着风景,两个人的长相再怎么的相似,气质还是看得出来不同的。 最重要的是语言不同,但那些把他认错的人也许也没有注意到,这一点,或许也就是华中医了吧。 当飞机落地的时候,人们看到他的长相,吓了一跳,以为自己见到了真的总统了,因为长相,对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,当然他收到许多节目的,参加节目,还可以让他去其他的地方体验不一样的生活。 这样的明星脸也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改变,对于这种撞脸的明星你怎么看呢? 反正没这个运气撞上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如果 gay要认识的明星,请请分享并误-感谢观看。